超人在我们看来是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在备受战乱和暴力袭击摧残的伊拉克 有一个被伊拉克民众誉为超人的年轻人 记者近日在巴格达采访了这位伊拉克超人 但是在超人登场路面前 首先让我们来听一下伊拉克人对他的评价 画面中和记者一起走过来的 就是伊拉克人所说的英雄和疯子 法里德·拉夫塔 35岁的他文质彬彬看似普通 但他曾经身前海底80米 并于2009年在珠穆朗玛峰上空 9150米的高度上高空跳伞 被录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由于对各类极限运动的疯狂追求 拉夫塔被伊拉克人称为超人 在巴格达的一家酒店里 拉夫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很多人都说他的举动多么的疯狂 但他从来不会做没有准备的冒险 当他在做极限运动的时候 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和队员 拉夫塔1978年出生于巴格达 曾经是伊拉克的举重冠军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由于安全局势的混乱 他的哥哥曾经一度遭到绑架 在交纳赎金后索性生还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举家迁移到迪拜居住 而迪拜为他的冒险事业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2009年 受到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的邀请 拉夫塔在巴格达做出了被誉为和平一跳的举动 成为战后在巴格达上空第一个高空跳伞的平民 如今的拉夫塔已经成为伊拉克 甚至是中东地区年轻人的偶像和楷模 而他自己也乐于接受这样的角色 他对记者说 伊拉克常年的战乱和暴力袭击 让许多年轻人失去了信心和信仰 一些年轻人沉迷于毒品 甚至成为恐怖分子 更需要一个传播正能量的楷模 拉夫塔还呼吁政府和社会 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关注 因为年轻人本身就是国家的最大财富 在采访过程中 拉夫塔留给记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积极的心态 永远保持着正能量 对,有战争和惨状态 有战争和惨状态 有些故事在伊拉克 但这不是我们只是坐着和哭 我们需要工作 相对相对 and to represent our country in good way and to give the world that we never give up and we will survive and we really have civilization and we will participate with other nation to build this civilization so this is one of my message I want to present my country in good way and I want all my fellow citizens to be proud about what I am doing 2012年8月 拉夫塔在美国芝加哥高空跳伞 和他一起飘洋在美国上空的 还有一幅巨大的伊拉克国旗 这是世界上参与高空跳伞最大的国旗 不过对拉夫塔来说 和破纪录相比 把伊拉克国旗飘洋在美国上空的意义 更加重大 优优独播剧场中 我会把你抗拒绝